大家好,今天就想分享一個的士乘客和司機的爭議 就是的士乘客及司機行為分享區 見到一個乘客說8日當晚機場召喚的士回荃灣 出了停車場的時候就說要收回停車場的錢 他就問為何要收 他就說你好像等了幾分鐘,然後開車才說又不太好 司機大哥就解釋了,其實在這個場停多少分鐘都要收錢 而且是今年才行的 不知不解的,你要問機場 而且這個錢是機場收的士司機,的士司機在收乘客 而不是的士司機單方面收乘客 那時候這個乘客就說他都疲到傻 想舒舒服回家,200多元車給多16元都無所謂 而且他只是開工數而已 最神奇的就是他下車的時候 銷售他自己做開機場客就叫他下次叫他 他就說他都經常叫車回市區,都沒試過收停車場的錢 你做開機場又怎會知道停車場是什麽玩法 是不是三個小時內沒有上落 即是載入就沒有上落免費 那司機大哥可能都懶得理他,就說快點下車 這位客人就說,學會下次叫車要問收不收停車場的錢 基本上我想說,首先我不討論這張旗是否正價 而他怎樣拿這張單回來 都可以是正價的 因為有時多客人的時候,司機大哥想選擇一些目的地 都可以是正價的 也有機會是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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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事 就是 16元的停車場費 是一定要付的 無論如何 即是我先說司機 無論如何 你進幾多分鐘 都一定要付停車場費 是改了的 之前就免費,現在就一定要付錢 機管局的網頁已經是沒有了 那一句 即是 頭半小時免費的那句句子 現在無論如何都要付16元 那就是 市區和大嶼山的士和輕人貨車 那 市區的士和大嶼山的士就不可以進入1號和4號場 隔壁的旁邊的 旁邊的 旁邊的士和輕人貨車的停房區 所以 這個錢 是司機是怎樣都要付的 就不是司機特意作出一個數目 來騙他 或者是他三小時內 再進去 沒有上落下 是無論如何 要進入這個 預約場 進入這個停車場 都要付16元的 停車費 而另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機場接單 正常來說 如果你沒有說要免16元停車費 那些人 正常都是要收回的 那你可以自己說明的 那 他都說 他學會下次要問 收不收成槍錢 那也好 那你自己說清楚 哈哈哈哈 但是 我估計這個人 很快就會剷除這個post 因為 會有很多人在說他 我覺得 另一件事 他推出這個post 原於他不知道這件事 無知不是罪 不過 我覺得 無知之餘 無知之餘 無知不是罪 不過 你最好 當遇到這些 聽到別人說 停多少分鐘要收錢 以及今年才開始實行 這堆資訊 你就真的要自己上網查一下 是否有這樣的事發生 那如果你知道的話 我想你就不會出這個post 即是你知道 原來真的要 無論如何都要收16元的時候 就不會出這個post 那 那 那這次我覺得 司機是對的 乘客是不對的 那 還有你也是CAM公訴的 那 那 你這樣幫公司省錢的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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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 今次影片到這裡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